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郑文燦一个人 就可以独立完成的 郑文燦涉探案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再爆料 不止郑文燦一个人 总统府行政院全都涉入其中 地方到中央一条龙的服务 帮特定的权贵 变更地幕 高达数十亿不法的暴力 黄国昌痛批 廖俊松根本是地主上达天厅 毕竟廖俊松送了500万之后 郑文燦就亲自替土地开发案找出路 更向行政院争取核定国家重大建设 让农地能成功变更 之后廖俊松更向总统府陈勤 而时任秘书长吴钊燮 以辅方名义回函 代表时任总统蔡英文表示 对此致为重视 喊请行政院处理 行政院也确实收到相关公文曝光 表示一切都在处理中 而下面大大签名 就是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 所有民众的反应的事情 如果要以目前媒体的逻辑 或者是质疑的委员的逻辑的话 所有的案件都是府院介入 所有的案件都是火速处理 行政院拿出类似公文 强调任何民众陈勤 都是一流程火速处理 只是回顾整起案件 府院表达关切 都是在廖俊松送钱给郑文燦之后 时间巧合 难免引起各界联想 黄国昌对此在猛轰 行政院为了帮卓荣泰脱身 真的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 从行政院跟总统府 他们发含的内容 大家就可以清楚地看得到 第一个 我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郑文燦收贿疑云牵扯扩大 如今总统府不愿多回应 在野党立委抽丝剥茧 让案情更多细节逐渐曝光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